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六年珍爱粉丝与偶像王一博的相见 粉丝在台上演,偶像在台下看 在内鱼,似乎在所有人的眼中 粉丝都是去追着看自己偶像的 奋力抢着票,坐上车,来到演出厅 看到自己的偶像在舞台上的表演 自己作为观众在观众席上湮灭于众人 只是小小一颗尘埃 看着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而偏偏,万事总有例外 最近的王一博在哪里可以说全网皆知 当王一博来到乌镇参加乌镇戏剧节看表演时 就有一批想要偶遇王一博的粉丝也去往现场看剧 他们的醉翁之意自然不在舞台上的表演 而是与他们同处于观众席的王一博 可是偏偏,现场有一名王一博的粉丝 并不是主动追逐王一博去到乌镇 但同样也是在广场里见到了他 并且,是王一博来欣赏他的表演 王一博所看戏剧《大师与玛格丽特》 终有这样一名演员 他喜欢王一博的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本以为此生无法相见 谁曾想到他们最美的遇见 就是粉丝在台上表演 而自己心心念念的偶像坐在观众席上 看着自己的表演 这谁看了不说一句感动呢 这的确是粉丝与偶像之间最好的遇见 能够被选拔参加乌镇戏剧节 说明这名粉丝本身就足够优秀 在他的行业中 也是数一数二的佼佼者 他与王一博可以说是在顶峰相见了 六年的时间 从2016年开始就喜欢上这个男孩 而2014年在韩出道的男孩在2016年回到了中国 并且不久后加入了天天向上 成为天天小兄弟 而这名粉丝也是在王一博回国之后 不久就喜欢上他 现如今 王一博的粉丝大多是在2019年 陈情令 播出之后才认识到内宇有这样一个艺人 慢慢考古并且喜欢上 可能够作为王一博老粉的粉丝 才更是显得珍贵 老粉见证了王一博最青涩 最欢愉的时光 那个时候的王一博 不需要面对那么多的镜头 在赶飞机的时候 还可以与粉丝畅聊一番 粉丝也可以用非常平常的价格买到 天天向上的门票 那个时候 极少有私生 不会有待拍 王一博可以 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把自己裹成养疯人 除非他自己追逐潮流 这名粉丝也许早在2016年就见过王一博 与那时候的青涩小孩 在机场有过对话 有过交流 可当王一博爆火之后 他渐渐远离了粉丝 不是因为高傲 不是因为疏离 而是粉丝之中有太多不理智的存在 去见王一博的粉丝 大多由待拍和私生冒充 当大家看多了王一博 被私生打着粉丝的名义围追堵截 半夜敲门 夜晚追车 大家似乎已经忘了 真正的粉丝该如何与他相处 在面对王一博时 能够保持安静 为王一博退出一条路的是粉丝 而那些拿着手机不停地往王一博脸上对 即使郑主已经警告过仍然不改 是私生 可同样的 还有一种粉丝 他不会选择追随王一博去他去过的地方 不在王一博所待的酒店 去看着他上下班 而是在自己所属的领域发光发热 突然有一天 当他在自己的舞台上表演时 自己心心念念的偶像就坐在台下 看着他表演 王一博成了观众 成了粉丝 而那粉丝成了演员 被自己的偶像看到 这才是偶像与粉丝最正确的相见 小请对 British蛙 中文字幕还有留意 というavan 没错 从不不不八 宣优了 全